天气热吃饭没胃口 一定要给家里人做这个三鲜汤 清淡营养解油腻 做法超级简单 口感棒极辣 洗干净的西红柿 顶部打上十字花刀 再用开水烫一下 烫好以后再把外皮撕下来 然后再把西红柿竖着切上几刀 切好以后反过来 再把西红柿改一下刀 这样可以很好的把西红柿切成丁 切好以后先放一旁备用 清洗干净的香菇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香菇丝 切好以后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盒嫩纸豆腐扣过来之后 用刀把两脚切开 这样豆腐可以很快完整的脱膜 然后再把豆腐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把豆腐码平整 再改刀切成豆腐条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葱花 再准备一块猪瘦肉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搅拌均匀以后备用 再准备一个碗 里面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再倒入半碗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以后备用 锅中水烧开 把肉丝和香菇丝放进来 大火煮开 关火 再用漏勺控水捞出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把西红柿丁放进来 加入一勺食盐 加入食盐以后 西红柿丁可以很快地炒出沙 炒出沙以后 再加入两大碗清水 再把肉丝香菇丝倒进来 用勺子搅拌均匀 大火把汤汁烧开 烧开以后加入一勺食盐 适量的鸡精 适量的胡椒粉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 继续用勺子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 再把豆腐放进来 再把鸡蛋液沿着锅边淋进来 继续用勺子搅拌 把鸡蛋液熬成鸡蛋花 然后再把淀粉水全部倒进来 接着搅拌 最后把汤汁熬至浓稠 最后点入一点小墨香油 搅拌均匀即可出锅 盛入盘中美味继承 哇 这简直是太香了吧 最后撒上葱花 点缀一下 一道鲜香味美 西红柿三鲜汤就做好了 口感鲜美 清淡 有营养 喜欢的话点赞关注 收藏转发 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